許甫發現事情打掉 尤其像得罪了這些咖啡跟茶飲的廠商 他想被電話自己也接不完 而且被上面一定施壓了 所以他到昨天晚間的時候 他特別跟大家解釋說 當時他的解說不夠詳盡 造成了誤解 他要特別強調 這蘇丹色素仍然禁用於食品 並沒有鬆綁茶驗跟下架的措施 也都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覺得會盡一切的方法 確保台灣食品安全 還掰了位說台灣茶跟咖啡產業的開發 都位居世界高水平地位 他跟業界朋友一樣都有很高的期待 政府絕對積極推廣 也沒有現用的考量 欄尾當然也炸了 我們看到大家一一的舉出不同的例子 像是許曉星他也講 我在立法院一天最起碼要喝兩杯咖啡 所以是我每天都在吃蘇丹侯嗎 他也提醒政府單位真的上井發條 認真檢討改進 不要再一直嘴秋了 尤其看到在我們的畫面當中的左下角 王宏威委員他也特別舉例了 他說工業用的染料 禁止蘇丹侯當作食品添加物 這也是剛陽明哥講的問題的核心 就在這嘛 不要拿這些不同的東西去做不當的比喻 現在監察院已經確定了在今天他們刻閉發出了一個通知書新聞稿 告訴大家這件蘇丹侯事件他們確定要查 只是拉回來講 寒冰哥其實在昨天你剛剛也講到了這個你提到的是陳建仁在回應我們的打炸反炸效果不利的時候 再扯這些這個股市上萬點破兩萬點等等的 林淑芬第一時間身為受災戶以及受害人他就去問他說 其實蘇丹侯這件事情推給這個檢調這種說法 薛瑞源是不是賭職不負責任 那其實陳建仁依舊是四兩波千斤 甚至在聽到林淑芬他也買到了相關的咖哩粉的時候 他居然笑笑的說 哇那不能吃了 我還需要你這樣在國會殿堂這樣子回應是不是 那林淑芬他也挖出來說 其實同一批貨被退關之後 重新包裝可以在公海繞一圈又進來 是啊就進來而且我們還給過 對這就是我們厲害的地方 所以你剛大家剛看到許甫那個新聞稿 那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 老子還不想下台我要繼續做 他講通編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對啊就是他要繼續做 而且他還要獨當大任 他繼續幫我們把關 這種人繼續幫你把關你相信嗎 你還敢讓他把關嗎 那薛瑞源陳建仁這些人 現在就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嘛 批批的嘛 反正反正我就做到520嘛 那你要拿我怎樣 所以我就跟你隨便回答啦 就笑笑的無所謂啊 你罵我就罵啊 你罵我不爽我就把你罵回去啊 反正你要叫我下台 我就做到520啊 你怎樣了不起 真的逼急沒辦法 也不過就早幾天下台 沒什麼了不得 陳建仁多爽 他回去中演員繼續每個月50萬 他更爽 所以人家都沒在怕啦 那對這一些根本已經完全不在乎的官員 你對他有什麼辦法 基本上沒什麼辦法 我講實在話 所以那是林淑芬 他才這樣子喔 如果是別的 國民黨的或是民眾黨的立委 他大概早就跟你反唇香雞 在那邊唇槍捨見 他就不跟你笑了 對啊他不會跟你笑 他搞不好還勸你吃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面對這一些 死皮帶臉的官員喔 你真的是拿他沒轍了 那但是問題是 這一次蘇丹宏的事件 其實讓我們看到一個很嚴重的事就是 我們其實這幾年蔡英文政府的把關 基本上完全都不可信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喔 我們開放萊豬已經這麼多年了 市面上從來沒有發現過任何萊豬的產品喔 每一個都是署名來自於別的地方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明明每年進口這麼多 都不見了 沒有人看過 我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家店上面看過 他用的是美國豬肉 我從來沒看過 請問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些東西到底跑到哪裡去 然後呢 日本喔 日本的農產品 大家以前我們對日本很有信心對不對 最近你只要仔細去看就知道 日本農產品一直農藥超標 對 我們之前還為了日本的產品 特別調高標調低標準喔 讓它合法 結果他現在還是超標 那請問一下 這是什麼回事 所以我告訴你 陳建仁在食安報告裡有講說 馬政府的時候才有系統性的 這些食安問題 不是啦 蔡英文政府的系統性食安問題才惡劣 而且他這個系統性不是單一的 比如什麼三綠清安啊 或是什麼蘇丹宏啊 不是 是整個政府系統性的食安問題 這整個政府根本沒在管食安了 他基本上就是所有東西能夠放就放 能夠讓他進來就進來 他們只針對一個地方的東西查 你知道哪裡嗎 中國大陸 其他地方他根本不查 他也不想查 如果是美國爸爸日本大哥哥來的 隨隨便便能夠讓他過關就過關了 如果真的沒辦法過關 就稍微退一點點回去 一時一時就好 搞不好人家那些東西也是一樣 出去轉個圈又回來了 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這樣玩的啊 只有對中國大陸的比較積極 但是好笑的是在哪裡你知道 薛瑞人前兩天才皮皮的跟你講 說大陸那邊的東西我沒辦法管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中國大陸查查 他告訴你這件事 你沒有辦法去中國大陸查查 那請問一下你去日本查了查嗎 你去美國查了查嗎 你去其他國家查了查嗎 之前疫情的時候告訴我們說 因為現在有疫情不能去查查 現在呢 現在請問你有去嗎 實際上我跟大家講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系統性實際問題 也就是整個政府的系統 死到 而且沒得救沒得解 如果繼續讓民進黨執政 這個情況只會變本加厲 越來越惡劣 大家會害怕嗎 所以我剛前一段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你害怕也沒有用 因為你閃不掉 所以要嘛 就是從今天開始 你大概只喝白開水 然後呢只吃自己做的東西 要嘛 你就當作沒今天事情發生吧 因為很多毒品 在不知不覺當中 都已經被我們吃下去了 因為民進黨根本沒在管 他是蓄意性的 想要害死台灣人 在我看來是這樣子 老實講那個 剛剛有網友留言說 什麼辣胃下胃鮮對不對 抱歉我過年前做直播 我才吃了一包 我那時候還覺得很心情 我沒有看過辣胃下胃鮮 因為我很多年不吃零食 所以那天看到我很好奇 買了一包來吃 結果就中了 就這麼剛好 那但是 你以為只有我這麼倒霉中嗎 不是喔 現在各家大店都出問題 頂瓜瓜也出問題啊 頂瓜瓜說 他現在所有有胡椒粉的東西 他暫時不用 請問一下炸雞沒有胡椒粉 用慘了耶 這些人一定用慘了 是啊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們大概真的是沒救了 因為大概無所不在 所以唯一的辦法 就是要嘛只吃自己做的東西 要嘛就是 大家當作沒這些事發生嘛 除非把這批官員趕架台 這個問題無法解決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 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 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液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夜定 快點購下... 酒 熟 好 我們 遊 迫 忽 可 這 可 怎麼